《 戴香港主義》 《 擁抱大香港主義》 《 香港地》 《 香港人》做主持 《 大 香港早晨》 早晨! 《 大 香港早晨》 這是《 擁抱大香港主義》 早晨節目 來到第三節了 大家給點反應 看看是否看到 聽不聽到 課金巴課是否能課得到 大家給點反應 我們現在十二點了 已經開倉了 我們就開倉了 最後兩天開倉 大家多多光顧 多多支持 如果你今天 想拿一張心意卡 你可以 有一點點心意 你也可以表示一下你的敬意 如果你表達了你的敬意 就可以有一點心意 你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想一想 趁午餐出來 趁午餐出來 你今天早上才 可能你老闆還沒問 放完午餐後 可能就問 昨天有沒有投票 吃飯才說 有沒有 這樣 這個就是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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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說什麼呢 這節呢 就是 想說說 這個 這個 有一件事 就是 講這個 Amazon Amazon 面對很大的競爭 這樣 就說 這個 Amazon 就因為受到 這個 Shin 我也不知道是Shin 還是Seen 到底那個 是怎樣讀的 那個 那個網購平台 到底是怎樣讀的 就是大陸的那個 那個 那個 你可不可以有人 傳一些影片來告訴我 到底是怎樣讀的 鎮達 你知不知道怎樣讀的 這個 你知不知道怎樣讀的 我做節目這麼久 你都少少好奇心都沒有 鎮達 這個 因為受這個 這個 不知道是Shin 還是Shin 還有拼多多的威脅呢 接著呢 Amazon 就考慮 現在 都不是考慮 就是現在在研究 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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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月 將會大幅調低 20美元以下 的 平價服裝買家的 佣金 由原本 劃一的17%佣金 就調整到 提供售價 15美元以下 服裝產品的買家 就收費5% 只有5% 5% 如果售價 是15到20美元之間 就是10%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新聞是分開讀兩個音 即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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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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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那些平台電商 就是這個這個Amazon 就是那些平台商家 就是這個所謂的推薦費 這個基本上是挺緊的 緊局的價格 很少就會下調 但是現在竟然需要下調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亞馬遜希望吸引到一些平價服裝的商家可以進入他的平台 最主要就是因為競爭很激烈 就是因為這些Shinna 拼多多 現在在美國的市場 其實是全球市場 全球市場都帶給他很大的威脅 那麼這個亞馬遜的高層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就說這個調整 希望可以加強到亞馬遜在平價服裝這個範疇上的競爭力 因為這些區域 一兩美元之間的差異就會很巨大 所以亞馬遜就希望可以保持競爭力之餘 但是又不會流失太多 Prime會員的流失 這個你就看到是 就是Shu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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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總之Shu Yan Shu Yan很厲害 Shu Yan Ping多多 Shu Yan和Ping多多現在很厲害 Ping多多就有點受惠於 Ping多多有點受惠於阿里巴巴的劣勢 甚至乎在中國都被Ping多多打得很厲害 即是說淘寶都被阿里巴巴打得很厲害 但是全球來到說 全球來到說 全球來到說 Shu Yan和Ping多多和淘寶 基本上就是歐美乃至日韓 都是影響力很大的 而因為全球化 全球物流的情況下 它變成了 這個就是網購最後的形態 網購就是 當物流運輸 能夠做到 所謂拉平全球 當地球變成平的地方 平的地方 於是大家的競爭 基本上就是 競爭和比較 它沒有了地域差異 也沒有了所謂的一些 當然現在還會有地域的差異 新信息 一塊東西在一個地方買得到 跟另一個地方買得到的價格 當然有不同 有人說補充SYON 去光顧開創位 你就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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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意 對了 但是那件事會 一路去解決 一路去做的時候 當他們這些網購平台 越來越大的時候 網購平台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就 於是 始終就是網購的本質到最後 最後就是鬥便宜 而它只要不是鬥便宜 其實這就跟香港深圳的情況一樣 我經常都說過香港深圳的競爭問題 因為當那件事越來越方便的時候 你的地域就會消失了 地域的限制就會消失了 地域的限制就會消失了 那個競爭是什麼呢 質素 但是其實最主要就是價格 根本主要就是價格戰 最主要就是價格戰 當然網購你會牽涉很多東西 第一就是介面 手續方不方便 然後他送貨 那個物流 他多久會送到 譬如以我日本的經驗 我在日本的經驗就是 我覺得 我所謂的經驗就是 我看陳秀惠消費的經驗 譬如那個 是很誇張的 譬如日本Amazon是很誇張的 譬如你基本上日本 只要是訂日本國內的東西 倉上面有的東西 你是Amazon Prime的會員 只要基本上符合這些東西的話 你說你今天買明天就一定到的了 這樣就一定到的了 而且他送貨時間也會配合你 日本的送貨時間又超準 準到爆炸 準時到瘋了 那麼你的優勢就在這裡了 但是問題就是 即使這樣的優勢 即使日本Amazon 已經做到這麼好的優勢 他也是會被淘汰入侵的 他也是會被書籤入侵的 即使你在日本買Amazon 已經是這麼好的 已經是好得 貨品齊備 然後送貨超準時 然後服務超好的那些 這樣是非常好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還是會被 還是會避受到 Shin和淘寶的挑戰 和拼多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便宜 便宜 到最後便宜就大了 而便宜 這就是香港面臨 深圳的競爭 我已經不斷地提醒一件事 就是如果香港自己做店鋪 香港自己做店鋪的就是 你一定要想一件事就是 你拼 你拼 跟他鬥低價鬥底 你輸夠硬 嗯 輸夠硬 但是這件事 就不只是香港面臨的情況來的 你現在就是去到Amazon都面臨的情況 你現在去到全球電商都面臨的情況 是全世界 全世界比淘寶、淘寶、淘寶、拼多多供陷 因為它實在是便宜的 而這個世界就是注定走向劣質的 因為在嘉年面前 質素是很難維持的 因為 因為質素一定扔著價格的 質素是必然扔著價格的 你想追求Quality 除非Quality很誇張 但是它有 譬如有些東西你可以維持 譬如一些關乎到 譬如電子產品 又或者是 安全的食品那些 你還可以守住 所以譬如Amazon現在面臨的事情就是 為什麼Shin的崛起這麼強勁呢 譬如低價服飾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買便宜的衣服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便宜的衣服 便宜的衣服 或者你買一些 譬如衣服是一件很奇怪的東西 譬如 譬如衣服的東西 你 譬如訂制服 你訂制服 那當然要貴 但是你一網購的時候 當你一網購 以及你一開始就已經想著 為什麼這個世界會有 Fast Fashion的興起 就是甚至晚裝 這件事 就算是晚裝 或者是派對 派對裙 有時候你穿一次 你都覺得 你每次上萬元都沒有辦法 這樣 有千多至幾千 或者去到千鬆 千鬆的晚裝 然後再去低價 去到幾個網購 你買回來 或者是衣不清新 或者是洗一次便爛 你都覺得 是這樣的 就是當你的心理預期 預計是這樣的時候 又或者有時候有些 有些 主題T恤 譬如可能是一些 有些 譬如有時候有些T恤 你買回來是為搞笑的 就是有時候 可能是一些動漫主題 又或者是一些劇集主題 流行文化主題 有時候你是為了Print買回來 這樣 穿一次笑一次 跟著你就 然後你就扔頂了 你穿一次 譬如如果它不爛 如果它很耐 你穿一次笑一次 你又不會穿的 它在這兒就不會很爛 它不太會令你看到困擾 但是如果它很便宜的 你穿一次笑一次 一洗就爛了 那你就一定正好 那兩件事就變成糟糕了 那時候就變成糟糕了 觀感就一流了 於是就是 所以Shi Yan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怎麼讀 不知道是Shi Yan還是Shi Yan Shi Yan還是Shi Yan呢 他打到一個網購世界裡面最準的一個位置 而打到Amazon也沒辦法 因為網購有很多種類 但所有東西都是鬥便宜 而網購之中最能夠便宜的地方 其實原來就是服裝 這件事很能顛覆我們舊有世界的經濟想像 因為舊有世界的經濟想像就是覺得 為什麼時裝是一個大的商業呢 時裝是關於浪費的 時裝就是 為什麼時裝這件事 為什麼東西會越來越貴 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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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造型也不難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買Shi Yan就不認同 你買Shi Yan就不認同 可能會再一次爛 我想說 比如 我想說服裝這件事很奇怪 比如說服裝這件事 是一些東西越來越貴的 就是 那個服裝的世界是這樣的 就是 即層的世界就是 你拿一個紅白藍袋出來 然後印上路 然後 然後 它無緣無故就兩萬元 那個時裝是這樣的 它是那個 毛利率瘋狂膨脹的一件事 它就是用branding,用時尚,用各樣東西 來做一個這樣的概念 於是豈不是很不值 於是抵抵這件事,或者性價比這件事 跟fashion的business 好像是在曾經有一個年代 照樣不應該朝這個方向走的 好了,但去到網購那件事就是另一件事 去到網購,網絡消費 它就變成了另一件事 就是,原來最重要的是鬥便宜 原來最重要是鬥便宜鬥底 為什麼鬥便宜鬥底,就是因為 當你便宜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貴到某個位置的時候,你就覺得 那個就是品牌效應 或者blending 便宜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便宜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買回來丟掉也無所謂 它的中價反而就結束了 於是它就找到一個 全世界進攻的市場 它就變成了一件最厲害的 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 譬如它運輸方便 它只是布料 儲存、運輸 三件事是一件難以扔爛的東西 其他那些 玻璃、電子、各樣東西 那些是會難的 好了,但是 Shin就找到一個切入點 就是它運輸最能方便 然後製造它,它可以找到最便宜的地方製造 它可以製造到你不相信的,不便宜 然後你知道中國的東西 那些細節的東西我們免得說 但是你知道 這些是靠 勞力激的東西 那你勞力激的東西 在中國就最容易實踐 對不對 然後它又 還有就是 它沒有一樣 它技術含量是低的 它最後就是款式的問題 而你看到款式已經可以做到 你用肉眼看 你看到就應該可以製造 你食物還要試一下 尋找它的食物 你看到就行了 你看到我就知道 我已經知道你的竅門了 我一見到你就知道你的秘密 那你會立即做到 成本超低,勞力激 然後那件事沒有秘密可言 它可以做完全世界所有的款式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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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版權的問題 又變得很刺耀 各樣東西 然後 於是它就會拖落全世界所有的價格 通過 這個 網購 這個 叫做 怎麼說 那個 那個 衝破地域界限的差異 而 我覺得這件事 將會騙及到其他產品的種類 現在還沒想像到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遲些就會發生 而 這個是 對於做生意來說 是一個惡夢 因為 產品如果沒有辦法製造到差異化的話 即是產品沒有差異化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因為 當在你這裡吃的東西 跟那裡吃的東西一樣 當這裡買的東西跟那裡買的東西 一樣 又或者甚至乎 它可能不是一樣 而是你覺得 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什麼分別 於是剩下的就是價錢的分別 即是你說 在這裡買到的東西 跟那裡買到的東西 是不是完全一樣 它可能是一樣 又或者可能就是 當它便宜到某個價錢的時候 那個質素 或者那個內容 它都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去到這麼便宜 你還要選款 又或者這麼便宜 你就買10款回來各樣東西 看看到時候來到哪裏才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產品之間 商家之間的差異化 完全消失了 完全消失了 當差異化消失了的時候 就變成純粹是價格的競爭 這件事 就算已經有絕對的規模 資本的壟斷優勢的 Amazon 都沒有辦法迴避到這個問題 它都唯有在眾多 即是 去到打減價戰 就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 就唯有跟你打減價戰 你想想Amazon這樣的巨棋 它已經有這麼多壟斷的優勢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面對SEAN 面對拼多多的競爭 你能夠做什麼 你想想去到Amazon 都只能跟你鬥減價 那它還有什麼方法 就是沒有方法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非常嚴重的問題 好了 對於我們說我們自己 別人舉企的事情 就跟我們無關 但這是一個全世界的趨勢 全球的趨勢 也是全球做生意的環境 在這裡 其實做生意的答案就出來了 做生意的終極答案就出來了 最後就是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如何製造差異化 即是說製造差異化這個難題 在全世界來說 都是一個超巨大的難題 就不是中小企 或者是某個地方 有地域性的財團 它要面對的挑戰 甚至乎去到全球的跨國企業之間 跨國企業和跨國企業之間 他們最後面對的問題 都是說 我製造不了差異化 於是就陷入一個價格戰的紅海了 那我們這些做小生意 或者就算你只是經營自己 經營自己 你也要知道自己跟別人的差異化在哪裡 正正因為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難題 而你能夠找到就是 你無論是做自己也好 譬如鎮達 鎮達作為一個做事的人 他也尋求自己的差異化 就是他不斷強調他自己跟Sunny不同 於是他就到處去講Sunny的事情 貶低Sunny 抬高自己 這就是他的差異化 製造差異化的手段 很明顯他失敗了 很明顯他失敗了 這個 他說他沒有 還要不承認 你跟別人有甚麼不同 你說一下 我沒有到處說 你跟別人有甚麼不同 再想想 再想想想 難呀 想不到 一拔開Sunny這個元素 他就想不到 他只能夠找到 用Sunny來比較 他一沒有Sunny 你有沒有留意Sunny 你有沒有留意Sunny 無論你現在做生意的 小本經營的 你要找出你的差異在哪裏 一陷入鬥便宜 一陷入鬥便宜 就沒有辦法 這個是非常之 非常之 非常之困難的地方 對不對 譬如好像 Sunny就有 Sunny的差異 Sunny跟別人的差異很巨大 只有姜濤和他會這樣 世界只有三個人會這樣揮手 你知道嗎 第三個是誰 Mr.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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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手 姜濤 Sunny和Mr.Bean 會這樣揮手 這件事鎮達做不到 鎮達你做不做多 鎮達你舉一個你自己特殊的地方 你說一個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哇 我真的沒有 這樣想不到 糟糕了 不要陷入這個鎮達的共勉 這個我們稱之為鎮達困境 不要陷入這個鎮達困境 我好像有700元貨 700元 老闆一百問 工作順利 凡請大坑莊香還神 有250元給老闆 就是大坑早晨 凡請幫助 祈求天后娘娘保佑 腳還早日康復姐姐 有250元給老闆 就是課一課 提提神拜阿樂 那還有應該新的一百元 先看看 節目即時課音總 押由700元 全部都是老闆 再課多些 再課多些 老闆一個是100元 就是最近上班不順利 幫忙上香保佑一切變好 好啊 這個新課 好我幫你上香 待會 有的就工作順利 有人工作不順利 有人工作順利 工作順利就要上香 工作不順利就要上香 我待會幫你們上香 然後就是祈求天后娘娘保佑 腳還早日康復 也會 250元就是課一課提提神的 多謝 喂不夠課多些 課多些 我還沒上去第一位 喂靠你們 不是我好像沒上過第一位 今次課今次 我從來沒上過第一位 喂 搞錯 喂 你們 幫幫忙 大哥 這樣不對勁 還有一節時間 交給你們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 收到